菲亚特·克莱斯勒被指控在超10万辆柴油车和卡车上安装排放作弊软件 美国环境监管署指责菲亚特·克莱斯勒使用软件欺骗来通过排放测试 美国环境保护局和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首先提出指控 而这类似于一年前的大众排放门事件 不过菲亚特坚信其排放软件符合监督机构的所有要求 他表示其在发动机上设置的排放系统并不是为了欺骗排放测试 而是为了提高发动机性能 当前2014、2015和2016年生产的相关车辆无法通过测试 这包括吉普·大切诺基和道奇RAM1500卡车 美国国家环保局声称他们并没有被告知有该软件 因此菲亚特·克莱斯勒即使不是试图欺骗排放测试 也已违反了清洁空气法 环保局主管助理辛西亚吉尔斯表示 这是对清洁空气法案明确严重的违反 他补充道 当有公司违法时 美国人需要依靠环保署来执行 美国环保局并不是唯一就该问题发生的组织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也将此丑闻公主于众 委员会的主席马里·尼古拉斯说 又以大型汽车制造商做出违反规定的商业决定 还被抓住了 他继续表示 继大众汽车案例后 空气资源委员会和美国环保局 做出了加强测试的承诺 这也是我们合作的结果 与大众就排放门事件做出道歉不同的是 菲亚特·克莱斯勒并不同意美国环保局的说法 他们表示 会在当选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继续应对指控 丑闻公布后 菲亚特股价下跌达到10% 而汽车制造商挑战指控 预计其股票还会有更大变动 苏高斯倍电视还将在特朗普上台之后 继续关注此事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